新任的龙手马上到江城 多给我精实点 警长 打我的可是他 你怎么把我也抓下来了 少配话 具体怎么回事我会调查清楚 还有你 老实勾走 在你抓我之前 最好验一验准备徽章 小子 这徽章是大家族和中枢机构的标志 你一个老改犯也敢伪造 我欠你 最好验一验 行啊你 挺会装神弄鬼 好 那我就验一验 要是什么都验不出来 你可就又多了一项鬼造徽章的罪名 这竟然是被花贵隐藏起来的 3S绝密信息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既然知道3S系绝密 你们还不放人 龙殿做事展红林 恭迎龙手回归 王爷龙手回归 他竟是传说中的 贤镇农店店手 回家 我要为宛如举办一场盛大的会议 风风光光地取得回家 江城三大豪门的掌上民族齐聚在此 江城三大豪门的掌上民族齐聚在此 你们借我成山吗 不 我们山得你路的 得我路 怎么 不行吗 五年前你顶替方婉如入狱 还获得了机缘 拿到了龙殿 你已然天下无双了 为什么还要去小小房间提琴呢 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 就是 论地位 论才是 论样貌 我们三个 哪点不如那个臭女人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沈家堆金金玉 手握龙国金脉 你跟我回家 我给你带了 凭什么跟你回家 就你那儿臭钱 我九孝哥哥才不稀罕呢 而我赵家自兴土木 巧功于世 激见龙国山河成名 可颂今招 学校哥哥跟我走 我给你盖城堡 城堡算什么 我路家可是至尊堡第一 你要是跟了我 我保你一呼百一 喂 你找茬是吧 你给我什么办 他不喜欢胸 他喜欢的是腿 腿长有什么用 他喜欢的是我这种可爱型 你哪可爱的 他在想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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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小 快点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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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哥哥 宛如姐姐出事了 你说什么 宛如 五年没见了 你还好吗 白狗 身为江城商业龙头 头胸肉胸难道就不觉得惭愧吧 我们需要你给全江城一个交代 小小 对不起 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也是为了九孝集团能越来越好 没事 五年而已 这罪 我替你定 这玉 我替你弄 五年前 你救过我一命 这没玉佩 我会一直带在身上 等我回来 你不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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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走 怎么走 宛如 这五年的亏欠 我一定会好好弥补你 先生 现在需要检票 麻烦你把身份证出示一下 这是 看来是个老改犯呀 老改犯 你们列车咋个 怎么这种人也能放下来 大家啊 可千万要把自己的随身物品看管好 说不定啊 他还是个手巧不甘情的老改犯 我的玉佩呢 好啊 原来是你小子拿了我的玉佩 刚出了手脚就不甘情 是吧 你赶紧把玉佩混了我 你的玉佩 不是我的 拿不上还是你这个老改犯呢 我劝你最好识相点 赶紧把这个玉佩还给人家施主 要不然 我现在就叫重务警把你给抓起来 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是我 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是我 你们有证据 抢劫车枪就你一个老改犯 他需要什么证据啊 那你就叫人把我给抓起来 你偷了人家东西还正义所当然事吧 行 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 那就别跟我对你不客气了 警官出马 这里是301车销 我们这有个老改犯 后面的玉佩死不承认 下次啊 识相赶紧把玉佩还给我 要 你就等着坐牢吧你 哈 无凭无据的就想诬陷了 不就是想把这枚玉佩占为己有 你胡说 我胡说 看来今天真应该好好教训你 下来 哎呀 就别敢 住手 公众场合打架到我笑什么话 都抓起来 紫衣 宛如呢 姐夫 你终于回来了 快说 宛如到底怎么了 姐夫 帮宛如都已经嫁人了 你还这么关心她 她到底有什么好 嫁人 我姐已经嫁给江城首夫之子 王少天了 姐夫 不 九霄哥哥 从现在开始我宣布 你跟我姐的感情结束 我跟你的恋情正式开始 九霄哥哥 你不会嫌弃我的对吧 你胡说什么呢 我没有胡说 我姐她已经决定跟你退婚了 现在在紫禁地宫举行婚礼 王少可是金龟婿 你竞争不过的 你还是放弃吧 九霄哥哥你去哪儿 我要去趟紫禁地宫 当面跟你姐问个清楚 放心 等我问清楚 第一事情就治好你 哎 九霄哥哥 王少可是江城首富不好惹的 你怎么就不死心呢 哎 你等等我 真服了你们两个了 跟个人都能跟丢 那你能耐 你当时跟上了 真是徒子小和尚 哎呀 我刚得到消息 九霄哥哥的未婚妻房宛如 我正在紫禁地宫 和王家大少去办婚礼 如果九霄哥哥知道的话 一定会去那儿的 紫禁地宫 那不是我家的产业吗 王少 听说宛如姑娘 活色天香 能跟她同整共睡 你可真是厌福不前的 哎 王少可是江城首富之子 能看上宛如小姐 那是她的福分才对 哪里哪里 只可惜啊 宛如的妹妹被毁的时候 要不然 我一定将那个曾经的江城第一美女 一块儿娶回家 一个美人还不够 王少你可真贪心了 这不是曾经那位白家大少吗 你是 浓重介绍一下 鄙人王少天 如今的江城首富 曾经风光一时的九霄集团总裁 因为偷睡漏睡坐牢五年 如今 是一个刚出役的老改犯 你配跟老总和收拾 九霄哥哥 这就是方老人如老家的人 你刚出役别冲动 怎么了 你还想打会啊 来 往这儿打 你心里最能的让你一巴掌下去 再多坐五年老 这下没法受伤了 王少 你没事吧 是哪个吃了雄心豹子的 敢打王少 是你 白九霄 你这个老改犯 不会是逃狱出来的吧 妈 我星期已经结束了 今天来就是来找宛如的 你嘴 宛如这两个字也是你配叫的吧 我看你今天就是来找事 我打死 妈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一个老改犯也配叫我妈 你不知道 宛如已经嫁给江城守护之子王少了吗 你说嫁 就嫁 你个小畜生 你说什么 他们快滚 我和宛如立下过约定 他会等我 等我五年出来 他就要嫁给我 我说你这个废物是坐牢坐少了吧 刚出役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老改犯 还想娶宛如 你当宛如跟你一样白痴啊 王少 我看呢 他就想来王少宁的婚宴上蹭吃蹭喝呢 想必你坐牢这五年滋味不好受吧 好 我就看在宛如的面子上 给你这个机会 让亲眼看看 我是怎么把你女人搞上床呢 走死 我找死 实话告诉你嘛 就算你没坐牢 宛如也一样不会选择你 因为宛如的第一次已经给本少了 哈哈哈 王少 你跟这个老改犯说那么多干嘛 这婚礼啊 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和宛如快去准备一下吧 也对 看这个废物就来起 差点把正事都给忘了 小子 等着 看我待会怎么羞辱你 九霄哥哥其实 没事 我相信宛如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 九霄哥哥 你就这么喜欢我姐吗 宛如 没想到你跟在白酒霄身边这么多年 到头来还是个处 王少 白酒霄算个什么东西 他不过是我身边的一条田狗而已 我的第一次 也得像王少这样的大人物才有资格得担 哈哈哈 当初你设计 陷害白酒霄如鱼 那傻子现在还蒙在鼓里吧 恐怕 他还一直感激你 从人贩子手里把他救出来 当初救他的人根本就不是我 我一直在骗他而已 为的就是得到他的九霄集团 如今九霄集团一拿下 他就没有任何价值可言 婚礼马上开始了 我的新娘 请吧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娘方婉如小姐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王少天 与方婉如的婚礼 还请伯父帮我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善待我 放心 放心 能把女儿嫁给你 比嫁给白酒霄那个老改犯 强一万倍 是啊是啊王少 你能看上我女儿 这是我方家的荣幸 也是婉如的福分呢 福分 我看是你方家贪图富贵 强迫婉如嫁给她的吧 婉如 用五年之约 我来娶你了 她快破玉佩 就想娶我女儿 我看你是在牢里 脑子被人打坏了 还是没睡醒 做白日梦啊 妈 这可是我和婉如的定情信物 什么定情信物 在我方家眼里 这玩意儿 连个破烂都算不上 你快走 谢谢你救了我 不用谢 那我以后怎么找你 拿着这个玉佩就能找到我了 九霄哥哥 其实当年救你的人是我 难道你真的认不出来吗 臭丫头 谁在那里捡的 不值钱的东西 看着我就恶心 婉如 你忘了吗 这可是当年你救我时给我的玉佩 这么说 这东西你还挺当保的 可是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怎么办 二十多年的感情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九霄哥哥 其实我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 是你没有自知之明吧 婉如说的没错 只是你这个蠢我还不 你的感情到底有多廉价 你不过是一个 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老改犯 居然还敢跑到方家来当小丑 你不会以为 婉如还一直生爱 九霄哥哥 我们不该来 我们回去吧 只要你姐姐不亲口跟我说退婚 我便不会放弃 九霄 难道是五年前 替方朗如坐牢的那个 九霄集团的总裁白九霄 是的 听说他坐牢前 还把九霄集团送给方文 不管他曾经多么的风光 他如今就是一个 车涉地的老改犯 今天过来 穿的挺精致嘛 大半括 我说你租这身衣服 是不是花光了你在监狱 挣的所有工资啊 他妈敢打我 王上你没事吧 白九霄你个老改犯 你怎么不死在牢里 连你也说我是老改犯 难道你忘了吗 当年我可是替你顶罪才进去的 谁让你替我顶罪了 当年我有求证 你让你替我顶罪吗 曼如我知道 这五年我亏下了你很多 如今我已经今非昔比 以后我会好好补偿你的 嫁给我吧 嫁给你 主位 都听到了吗 他说要我嫁给他 还说他会补偿我 这常说啊 癞蛤蟆在田间 没想到 这跑到了王寿的婚礼上 抢婚来了 一个江城首富之词 一个老改犯 他还真觉着他有机会啊 白九霄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我放着豪门不嫁 谁跟你一个老改犯过人 你长没长脑子 不过 你要是肯给我跪下的话 我到时可以考虑可能 跪下 怎么 让我女儿放弃豪门 还抵不上你这一跪 姐 男儿戏下有黄金 既然你不愿意嫁给九霄哥哥 又何必当中让他难堪呢 闭嘴 这有你说话的份 想娶我 就得证明给我看 就得给我滚一下 九霄哥哥你不要跪 他就是故意刁难你 不跪就滚出去 别在这丢人现眼 影响我女儿和王少的婚礼 明明是我姐 背叛在写 凭什么让九霄哥哥滚 凭什么 就凭他说爱我 连跪下都不肯 凭什么娶我 又如何能证明他入狱五年 还依然爱着我 拿着这个玉佩就能找到我了 嗯 你快走 好 我跪 但这一跪 我不是为了证明什么 全当报答当年的救命之恩 我也希望你受这一跪 别再后悔 你竟然敢欺骗白酒肖的感情 简直是着死 九霄哥哥 九霄哥哥 你让方家跟王家 你将不再无疑绝之后 你再无疑绝之后 把酒肖灯了 嗯 大伙都过来看看啊 曾经不可一世的九霄集团总裁 现在像条哈巴狗一样 跪在我妻子的面前 明天的新闻头条 非子莫数路 田狗就是田狗 他呀只配跪下 叙叙女人那个脚尺头 白九霄 你当真以为给我跪下 就能挽回我吗 说的不错 如果你真爱我爱我的话 你就应该把你的心掏出来 让大伙瞧瞧 何少天 你别太过分了 王少说的没错 如果你真的爱我 就把你的心掏出来给我看看 你当真正想吗 没错 常言道掏心掏肺 这足以证明你是爱了 如果你能掏心掏肺 让王少天作为婉子的照片 杜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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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爱一个人 不是这样证明的 我承诺过 你救过我的命 你让我做什么的 你不是想看我的心吗 逃给你看 不要 不要 我姐根本就不欠你 这些你真不欠 王宛如 该做的我都已经做了 救命之恩 这一倒下去 你我互不相欠 你不是要看我的心吗 我亲自抛荡 看清楚了 这这 竟然真的抛开了 这是不可思议了啊 不会做的什么西法吧 杜小可可 疯子 这绝对是个疯子 你要死就死圆点 就是 别死在我女儿的婚宴上 你给我们添晦气 杜小可可 你怎么这么傻 我带你去到救护车 不要 王宛如 你让我做的我都已经做了 恩情已了 从此以后 恐不相欠 白九孝 你还真是傻得可爱 你当真以为这样自残 就能挽回我吗 挽回你 从你让我跪下那一刻去 我们二十多年的感情都结束了 我已经开头破头了 按照我约定 该你了 我说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我说你跑你就跑啊 我是江城首富之子 我的命比你之前多了 你这条贱命啊 留着慢慢等死吧你 而他的死 顶多算个自杀 与我们在座的人毫无关系 你们言而无信 言而无信怎么了 你怕死了 我就把他的尸首丢到后山喂狗 而我和王宛的婚礼 照常去信 你笑什么 我笑你愚昧如知 我笑他大难临头 说我大难临头 现在命悬一线的是你这个奸货吧 你凭什么让我大难临头啊 我给你最后一次经 自己开膛破肚送到医院 或许还有一线手机 你休想 想让王寿开膛破肚 你想的美 王寿可是我方家的金龟婿 金龟婷子呢 岂是你这条贱命能比的 是啊 总乡 你不是说爱我吗 你不是说要补偿我吗 你总不忍心 我结婚的第一天 就让我守寡吧 王宛如 我对你的人态是有限的 你要是再逼我 就怪我不客气 不客气 你能拿我怎么样 你真是对我的现在 你有限 方寒山 你孙女好大的胆子呀 龙首重情重义 功成名就后 多你方家的恩情 愿虚尊降罪 凝去你家孙女 可他呢 他就是这么回报的 大人 这提论一定有成梦魂 我们也不知道 这小子现在这么有出息了 你的意思是说 若龙首没有熟心的高门 那他被欺负 就是黑了 大人 你就是凭我们十个蛋 我们也是万万不敢啊 心事 你说给不了我 不交代 那方家 不用存在 来人 背车 你最快的速度赶快回去 是 一有所知 那你的意思是 你现在是什么大人物 华国龙殿之首 不知道在你心里 所谓什么高度 你信口思文的本事 还真是让本少叹服 龙殿 何其之为 一意义 像万人之上 纵横华国上下之间 更别提集中的龙首大人了 也是你这样一个小别三 他就随意冒充的吗 是啊 这个傻子 日称龙殿之首 那我 岂不是庙堂之尊啊 我看他呀 他坐牢坐傻了 你要是有那能外 我还能把你甩了 既然你执迷不明 那我就不再怀有仁慈之心了 这 这怎么可能 这废物分别已经开趟炮肚 怎么还这么厉害 还说这小子早就该死了呀 怎么还得杀人呢 谁说过开膛破兔就一定要死啊 育鹅之母 忍心忍受 血肉空缝 这怎么可能 九三哥哥 你都杀好了 装神弄鬼 这部戏 他得有转换生死智能 来来来 我才给我打个半死 跟大后山的自身罪面 给我住手 平静楼手 高抬贵手 留我方家一条生路 他们欠我一跪 凡是下跪道歉者 可求宽恕 否则 每过一分便杀你 今日婚宴便桑宴 你们可有自愿下跪道歉者 那竟然是龙爹之徽 龙徽 他可是龙爹之象征啊 难道白酒消 真的是龙爹之手啊 完了完了 这下我方家完了 方宴如 二十年之情 这就是你要的结果吗 我 我问你 我说我今非昔比 你可质疑 我要为你弥补这五年之魁 你还不屑吗 我再问你 我说我是龙爹之手 你还觉得可笑吗 不 这一定是假的 你怎么可能是那高高在上的人物 你个孽障 还不愧想要龙爹道歉 你求原谅 来挽回他曾经的情缘 爷 你因为这个男人打我 你糊涂了吧 孽障 到现在 你还怎么不清醒呢 龙爹大人 还请你再给方家一次机会 我给你孙女很多次机会了 可是他不知所谓 不念旧情 你孙女已经把我的感情 消耗殆尽了 一分钟 第一个人头落地的时间 到了 现在 有没有人愿意跪下道歉 我 我 九霄 你可不是我早点说你就是龙爽 其实我是爱你的 我从踏进这个婚宴 我是否严宁正神 你又可曾相信过 我 天地 云泥之别 你爱我的方式就是让我扶地做狗 颜面济湿 你爱我的方式就是联合在场所有人 其我无权无视 如我攀附贤贫吗 你所爱何在 你良情何在 方家 方家 我会留在最后 可是这世界上 可没有那么多一分钟让你们等 九霄 我错了 你还记不记得 我小的时候救过你啊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不能这么对方家 九霄哥哥 我求求你 放过方家 谁 还请龙手 留我们家都一定要生路 一群废物 都给我起来 我告诉你们 你们今天谁敢跪下 就是跟我王家做的 同样是死路一条 对 本事想问 有谁见过真正的龙殿之手 龙殿之手 那可是仅次于国君的存在 整个华国也只有一人 其实我等小民能见到的 是啊 就是江城之手 也没有资格面见龙手 既然如此 那你们 为何相信这个废物 他是龙殿之手 又为何听信他这个骗子在这一派胡言 可是刚才他的能力 还有那个徽章啊 江湖把戏罢了 徽章也可以伪造 而他 还有他们 不过就是他请过来的一帮演员 罢 为了 就是在你们面前 上演一出青彩绝伦的抗世之戏 王少说的没错 白九霄 不可能是龙殿之手 他入狱五年 是整个江城 人尽皆知的事情 白九霄 你敢耍我 你冒充龙手 公然杀人 你知道你犯了死罪吗 宛如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 他就是一个心怀不轨的畜生 他知道得不到你 所以以这种卑劣的手段来骗我们 目的 就是破坏我们之间的婚宴 目的 就是为了阻止你们邦家 飞黄腾达 你 我可是首富之伞 你敢杀我 你看我敢不敢 黄灵 他这条狗命 暂时先留一下 我还有事情要问 江城王家 也从世代中了 怎么就生出你这个不孝之子 你知不知道 你们王家 会因为你 大难灵头 我看大难灵头的是你吧 你还不知道吧 今天来参加我婚宴祝贺的 还有江南道八大家族 王家 自监督江城以来 以历三代 无论是根基还是体育 在你眼中都无异于天 对 我王某 今日以王家为至 诸此人 于万劫 诸太云 使死无圣之定 有江南道八大家尘邀 我张家愿以王爽攻进退 还有我李家 还有我赵家 来走笑 王我方宛如一时英明 竟然被你这个老改犯给骗了 你 你们这些不支持我的东西 你们这样的选择 会给我们的家族断出全路 龙手大人 我方寒三愿意站在你这一队 只求日后给我们方家一条活路 老爷子 放心吧 宛如曾经救过我的命 我不会太为难你的方家 爷爷 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的戏发给骗了 他不过就是一个刚出狱的老改犯 为什么要对他被共屈膝 你 你个老东西 我叫你一声爷爷是给你面子 不要以为我真的怕你 别忘了 要不是我 方家现在还是一个无名小辈 你 你要是再得同进尺 我就把你赶出去 赵孽啊 真是赵孽啊 老爷子 既然他愿意执迷不悟 你又何必一直欠你 也不知道你给我爷爷灌了什么冰红套 既然相信你一个老改犯说话 所以你怎么想 龙手大人 我这孙女年龄小 不明视力 还望你高抬贵手 看见他揪在你的份上 能够劳达性命 你个老东西真是糊涂啊 我的性命需要他饶吗 赶紧给我滚出去 宛如 这座椅未免太过分了吧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爷爷 我拿他当爷爷 他拿我当孙女嘛 你 我结婚不见他来祝贺 反正我给你个姓白的一起来捣乱 你 是我的好女儿 哎 老爷子还算明视力 让他们走吧 他们呢 他们 他们既然愿意留下来与王家沆陷一气 那就错失了这次逃命的机会 天罗帝王 这是什么 你们不是要和我作对吗 好啊 那我白酒香就把这些账一笔一笔的算一算 唐门走道 老子倒要看看 你玩什么话呀 什么玩意儿 我主摄下的结界天罗帝王 在这结界之内 只能进 不能出 屁 老子不信 王上 我早就说过了 每过一分钟 我便杀一人 现在 你们都错失这个机会 还要给我们玉子王婆 杀你们这种人 用不着一死我 王上 这 这看着也不像是西法呀 这该怎么办呢 罗比卡小哥 刚刚是我在 有眼不知台上 不用你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我早就说过了 你们 已经错失了这次机会 王大叔 我们还不想死 跟你出对策 废物 一群废物 事到如今求饶有什么用啊 为今之计 这由我们各大家族联合起来 共同诛杀这个老改犯 方能 保全性 没错 就算他再能打 终究是个老改犯 武力值算不了什么 只要我们坚持等到 江南道八大家族到来 他 必死无疑 方宛如 你真觉得 你所谓的 江南道八大家族 能押得住我吧 我告诉你 江南道八大家族 又称化国八大局部 势力均属一流之力 以周吴镇皇四家为首 若八大家族联合起来 其财力 势力 可排到化国至尊榜前三 如此势力 还押住你吗 好啊 那就等看了 我呀 就在这坐着 等着你说的那个 江南道八大家族过来 就定了 好 还大妈嘴硬是吧 那我今天还要告诉你 今天不必化国至尊榜 今天不必化国至尊榜 单独我江城至尊榜 就够了 王大帅 王大帅 那你又 没错 主位 临危之急 只有我们江城的百祖至尊榜 可以解难 现在 我王上天提议 江城上指六大家 下指 是 共同以血祭出 百祖至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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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小子 没听过吧 百祖至尊榜 乃我江城的无上之榜 融入百祖血脉 一旦祭出 定是血与风霜 九霄哥哥 至尊榜上无火口 你快走 我们方家血脉还在榜上 可以替你抵挡一下 想跑 至尊榜下 他能跑得掉吗 我等请王少带领祭出 百祖至尊榜 百祖至尊榜 王家 少年 公秦 百祖至尊榜 小小祖至尊榜 你可白血脉心致之后 帝都沈家 便是一家之力 来对抗你们江城的百祖至尊榜 帝都沈家 难道就是那个资本之上 资产遍及全球 富可帝国的帝都沈家 难道八家 才能排到 帝都沈家 咱们划过至尊榜 第三 金银的沈家 就能排到第五 达先生 苦苦找寻 终于在这种不合时宜的地方 我们再次相遇 沈小姐 你还真是坚持不屑 何止我一人 两位妹妹 不过是开车比我慢了一点而已 你就是方宛如 是我 你敢打我 还敢还手 像你这种下贱的东西 打你两巴掌都是轻的 你 你老婆被人打了 你就这么无动于衷吗 他可是帝都沈家 不是你我可以看好他 那又怎样 跨国赤村榜第五 又不是第三 我没有江南道八大家族 还怕他不成 江南道八大家 真的那种垃圾扩色 来与白先生相提名 他真是瞎了你的高临 不过 话又说回来 你若是不瞎眼 那又怎么会有机会呢 你说什么 我说 离开白先生 他真是瞎了你的高临 行了 说再多 他也不会理解 看清楚了 这个 就是你要嫁的男人 一个在沈家面前 都不敢维护你尊严的意味 你也不过是躲在女人背后 虚张声势 凭什么质疑守父之子 方宛如啊 你现在这种屈原复射的样子 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白先生 既然你已经看清楚了 这个女人的真面目 那我也就彻底放心 现在 就让我沈家来见识一下 你们江城的百足至尊榜吧 沈小姐 你确定要为了这个垃圾 跟我们江南城所有家族抗衡吗 我沈严丘做事 值不值用不着你多说 而眼下是你的百足至尊榜 根本就不配白先生出手 沈小姐 你胃也太大了吧 我呈现你们沈家 实力胸厚 但终究是商人 而我江城百足至尊榜 就算位列华夺 变得海景前三 丹丹 不够吧 那就再加上我 帝都赵家如何 和 九霄哥哥 我终于找到你了 竟然被你害了一股 今天 我赵家五条建筑九霄哥哥一帝之力 你们呢 谁要是跟他对着干 那我赵家 就和谁对着干 竟然是帝都赵家 一个华夏榜第五都不好对付 如今又来了个第四 这可怎么办呢 我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帝都各大家 都来帮你 我说过了 我是龙殿之首 你不是不信吗 呸 你以后一个老改犯 你也配入住农店 今天我必定与你刻给你死我活 来人 你来与我助力 哎 快走往下 必已写中 好 倒是让我领教一下 你们江城的百族至尊吧 别以为躲在女人身后 你就有胜算了 在我江城百族绑下 必定让你不住 以我沈家之名 请沈家先恋 赵家的列祖列宗 为我的九霄哥哥助一臂之力 你猜女人背后赞什么本事 出来当票啊 好啊 这可是你车子 今日江城至尊法 破 从今天开始江城再无至尊法 他竟然破至尊法 这可至高无上不可为啊 难道 他真的是至高无上者 是我看走眼了 如果你们就这点本事的话 那我可继续杀了 九霄 我错了 宛容不求其 只求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看在我小的时候 拼命把你从狼窝里救出来的份上 再给我一次爱你的机会 你懂吗 我凡文如对天发誓 从事之中 我只爱白九霄一人 我从未欺骗过他 如果有虚言 天打雷劈 你说你爱 你说你发誓 那我问你 二十年前救我的人是不是 你 我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从你让我跪下那一刻起 我就已经产生怀疑了 说 当年救我的人到底是谁 说 到底是谁 九霄哥哥 七十五 说 到底是谁 我 九霄哥哥 你都忘了吗 是你的宛如 你还觉得我很好骗人 你还觉得我很好骗人 洪灵 握手 我已经没有耐心了 除了紫衣 其他人都杀了吧 岩岩 岩岩 少了我这点狗 你喜欢这个纯女人 我把他送给你 你觉得现在 我还喜欢这条 跪舔过你的狗吗 我 我 九霄 你说过你是爱我的 你说过你会守护我一辈子的 我是说过 可当初我以为当年救我的人就是你 设计我陆寓 利用我的感情吞并我九霄集团 你的所作所为 我不应该杀你 准备上路 不不九霄 我告诉你 要追救你的 其实是 是谁 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 敢在我江南岛八大家族庇佑的江城作祟 我知道 你啊 皇上 你可算来了 你要是再来晚一秒 我的狗命就被里面回来缺走 狗命 你现在这个意思 确实挺像条狗 那我也是皇上您的狗 他如此羞辱 皇上 你可一定得替我做主啊 行了 这种小事也在这儿哭哭啼啼 今天本少爷 就替江南岛八大家族 替你做主了 完了 将南岛八大家族 克敌华国智敦榜地赛 就算是沈小姐和赵小姐联合起来 又未必抵挡得住 就是你们几个 要在本少爷护佑的地方杀我的人 上 这件龙手 还会想 龙手 你是说他 什么 不认识 混账东西 死到临头了还敢冒充龙殿龙手 你难道真的不怕死吗 你不认识我呀 认识你 你算什么阿猫阿狗 也可以我认识 本少爷实话告诉你 龙殿龙手 本少爷曾经有幸见过你 根本就不是你这种无辱流的草扣 能在本少爷面前冒充的 我就说了 一个老改犯怎么可能是龙殿之首啊 这下让皇上给坐实了吧你们 原来你不是那个大人物 害我担惊受怕半天 江南到八家果然如传闻中 哪样 一群混吃等死的烂货 你敢骂我 连龙殿之首换刃都不知道 你说你该不该骂 皇上 你看看啊 这群冒牌活他就是这么嚣张 你要是不来 我差点被他们给骗了 皇上 给你们使劲手挡开开 小娘们 本少看你长得还有几个紫色 要不这样 归我们下 把本少爷伺候舒服了 本少爷还能大发慈悲 朝你一命 把我乌惯了 你现在还敢打我 好 现在就算长得再漂亮 也没用了 我也敢打我 你也敢打我 快上 好 好 现在打得有多欢 少爷就让你们待会有多后悔 这难道就是江南到八大家族的至尊榜吗 我都快睁不开眼了 不会是江南到八道豪门的至尊榜 就算没有对付我 也让我感受到了震撼的威严 在江南到八大家族 是你们毕生的荣幸 九霄哥哥 到你显身手的时候了 白先生 这家伙我可处理不了了 交给你了 你们解决不了的事情 我 这 地都录下 震撼那就是至尊榜上排名第三的地都录下 滑狗榜上排名第三 第四第五大家族 竟然在我们小小江城齐聚一堂了 九霄哥哥 这样让我都带过来了 这次你可跑不掉了 白九霄是我的未婚夫 她若杀谁 我便杀谁 谁要想杀她 我便宰了谁 千涵妹妹 什么时候成九霄哥哥的未婚妻了 可恶 这次真是被她给撞到了 未婚夫 我怎么不知道 你陆家还有这么一个未婚夫 陆家看着什么样的男人 需要通知你吗 废话少说 有谁 有谁想与我帝都陆家为敌 不可能 来两个帝都家族就已经不错了 你怎么可能还认识帝都陆家 为什么不可能 请正面回答我的质问 有谁想与我陆家为敌 是你 要与我未婚夫退婚 问你话呢 我 是 九霄哥找个这样的女人 什么阳光啊 你 怎么 不服啊 既然没人敢说话 那我就把你们当作我的顺从者了 等一下 你难道没有看到 我们江南道八大家族还在这儿吗 江南道八大家族 怎么 想与我陆家为敌 为敌 谈不上 只不过有人在我的地界 杀了我的人 你总得要个说法吧 杀人 什么人呀 就是我江城各大豪门 活该 你说什么 我说 江城豪门死了活该 还有你 江南道八大家族 你觉得了最好 你 皇上 你看到了吧 他阻证我叫我爱的 他居然还是阻证您 简直是 我法国天 好 我江南道八大家族 在华国毅力不倒这么多年 哪怕是见了龙殿龙首 也没有听到过如此大话 没想到今天让我在这儿听 你真的以为凭你们陆家 竟能免压我们江南道八大家族吗 还有我们江城所有豪门 所有力量加起来 就算挤不幸华国榜第二 但至少能位列第三的首位 好好好 妙堂虽小能人求不少 九小哥哥 这群蠢货我来处理吧 你请便 这就是你们江南道八大家族的至尊宝吧 可惜啊 中看不中用啊 他竟然都没有使用至尊宝 只需一滴血 就将江南道八大家 进成了粉末 这 这 这难道就是帝都龙家的真正实力 公围大厦之尊宝第三 但是你们永远都不会知道 云泥之别的差距有多大 更不会知道 你们看不起的白酒箱 我仰望的高度有多少 如此实力都要仰望这个老改犯 难道真的是我们错了 不可能 他做了五年老 这是实打实的 不可能看错 要我说 肯定是他用花言巧语 欠骗了这三位来自帝都的大小姐 怎么不可能 真龙在世隐于云间 只是你们不识真龙罢了 不识真龙 你的意思是说 真龙是这个冒充龙手的老改犯 当然是刚才打你脸的九霄哥哥了 没想到江南道还有你这么蠢的人啊 你 那样说的没错 现场除了他 还有第二条龙吗 就他 莫非你是看走眼了吧 你看看他这一副主要 哪一点像真龙了 人不可录像 真正的龙 岂是你们这些肉眼烦胎之辈 能够看清的 九霄哥哥 我表现怎么样 行了 这场闹剧该结束了 紫衣 当年救我的人是不是你 我 九霄哥哥 当初救你的人是我呀 给我闭嘴 这些年你为我做的事 我都历历在目 只怪我醒悟得太晚了 你放心说 是不是你 紫衣妹妹 你放心大胆地说 我们都会替你做主的 我 紫衣妹妹 你告诉他们 你的脸 到底是不是我弄花的 九霄哥哥 到底是谁救的 九霄哥哥 我 这是在哪儿 你们是谁 我是方家大小姐 你 妹妹 你是方家大小姐 那我是谁 韩如姐 紫衣妹妹 你可不要怪姐姐心狠手辣 谁会想到一个废物 竟然能造出十几个亿的九霄集团 为了家族利益 为了我能完全掌握白九霄 为了阻止你向他坦白一切 我只能把你变成一个丑八怪 不要 不要 韩如姐 我答应你 我不会把真相说出去的 我也不会告诉九霄哥哥 救他的人是我 不要 不会有人相信一个丑八怪 是不是 今天的事你要是敢说出去 那么下一次我便不是在你脸上动刀子 我会用刀戳进你爸妈的胸口 不要 不要 韩如姐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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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最好给我想清楚 是我 小霄哥 当年救你的人是我 而我的脸 就是被他碰向的 哎呀我说 子怡小姐的脸怎么会好端端的毁容呢 原来是她干的呀 子怡小姐才是江城第一美女 凡婉如姐娘对自己的亲妹妹下手 真是涉嫌独心啊 胡说 你们胡说 给我闭嘴 你们这根本就是污蔑 九霄 他在污蔑我 他胡说八道 你不要相信他的 他说的那句话 我根本就没做过 你 你敢打我 打你一个贱人 有什么不敢的 你别说 还挺爽 子怡 我这些年对你的亏欠 我一定会弥补回来 冯凌 龙手请吩咐 直接杀了这个狗男女 实在是太便宜了 一个开膛破肚 另一个 他怎么对子怡的 就怎么才会去 你想破我的像 白九霄 我知道你有点能耐 但想动我方宛如 还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信你问问他 说的没错 白九霄 你以为你躲在三个女人身后 就能在我们江城 无所卑为了吗 子怡 这到底怎么回事 九霄哥哥 还是算了吧 我不想包袱任何人 我只想跟你好好在一起 我就喜马一足了 听见了吗 这是我妹妹的原话 好啊 那就让你们再高兴一会 等我查明真相 我一定会让子怡知道的苦 千倍百倍 还给真的 听说有人在我侄子的婚宴上杀了人 也只不把我江南总督放在眼里 到底是谁跟的 程大人来了太好了 这让我们有救了 这个程万山 可是龙殿无数身边的红人 别说是在江城 就是在帝都也没有人敢折腾 有程大人在 这个莫冲 电龙手的白九霄 今天死定了 陈叔来了 白九霄 今天就是天皇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 还不赶紧跪着过来请罪 程万山算什么东西 别配让我跪 今天我就站在这儿 你们好好看看 是我白九霄跪他 还是他程万山跪我 龙殿龙手回归江南 买江南之幸事 我倒要看看 谁敢在这个酒眼上惹是生非 谁敢让我程万山跪下 陈大人 陈叔 就是这个王王蛋 他到了我们的婚宴 还敢口出狂言说 让您给他跪下 仗着会起个戏法 还有三个女的 就敢自称是什么弄殿之首 陈叔 你赶快把他拿下 让他跪在我面前请罪 程万山 你好大的威风 竟然敢不把我放给你 九霄哥哥 陈大人是江南总督 你千万不要得罪他 否则 没事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白九霄不敢得罪的人 我说的对吗 张万山 是您啊 没错 就是这个王王蛋 陈小霄 死到您头来还在这装 我陈叔一根手指头就能掐 陈叔 陈叔 还请您立即出手 诸杀这个畜生 闭嘴 真的是这个王王蛋的闹事 他不但管了我们江城的至尊王 还敢自称龙殿之首 闭嘴 陈叔 撑你妈的头 我没你这样的出手指头 别叫我出 陈大人 他说的没错 确实是这个废物冒虫龙殿龙手 还在婚宴上闹事杀人 我可以证明 总督大人 王少说的没错 恳请总督大人定白九霄死罪 把你的头砍下来 挂在我江城的存楼上一尽少游 跪下 跪下 听不懂人话吧 想活命的话 现在马上立刻给他跪下 这什么意思呀 这陈晚山居然让王少天去跪白酒箱 陈叔 您今儿出门是不是吃错药了 您让我给他跪下 我光你 还有你们统统给他跪下 什么意思呀 我们凭什么跪他呀 这陈大人 他就是一个废物凭什么呀 凭什么 妈的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 你知道江南大八大豪门 因谁崛起了吗 您 什么意思 这群蠢 我告诉你们 你们引语为傲的身份 今天 一天 我们自己手里 江南总督陈万山 拜见主上 这陈万山居然向他跪下了 陈万山居然称呼百酒箱为主上 这 这怎么可能啊 这个就是你们所谓的信仰 这个 就是你们定我罪的信心 我已经给过你们一次机会了 现在 最后一次 跪者生 战者死 陈万山 你给本少说清楚 他凭什么敢让我们跪 又凭什么敢说让我们死 因为我高高在上 你们能给我跪下 是你们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你们会因为给我跪下 紧本貌青年 陈万山 你认他为主 你给他下跪 你也瞎了吧 陈万山 你好歹也是富下一方 我不管他给了你多少钱 你如果还敢谈 你少爷给你面子 叫你一声承担 不给你面子 本少爷分分钟让你入土 小哥哥 与我作对是吧 陈万山 来 这个就是你们江南地带 拥护你的人啊 武令在此 在今天 谁敢到此 这 这就是龙令啊 听说这龙令 是天下第一令 可以在国内随时调动几十万大军 有先掌后奏的特权 陈万山 你敢拿龙令压我们 见令如见军 无贵必死 命就此一枚 你 你想到此吗 跪下 请主上见罪 子依 我说过 我会补偿你所有损失 未来 我将为你举办一场点睛宴 为你点睛风飞 装 你们一个个还在装 还他妈的风飞 方子依这个贱人 凭什么风飞 像他这种丑八怪 人到大街上都没人要 就算我方家拉出一条狗的比赛场 就是 这个坚然丑得连我家公狗都嫌弃 也就你这个垃圾拿他当宝贝 方子依不行 不是还有我吗 本小姐貌美如花 九孝哥哥 不然你先封我吧 等你把子依妹妹治好了 不然她做大 我做二 平时把你做老二 按照年纪 你应该我是老二 比年纪有什么意思 那不如我比比凶 九孝哥哥不喜欢凶 倒比也是比腿了 不对不对 九孝哥哥你们喜好 真是可爱心的 就你们两个话多 你们几个臭屌子 我不要的一个老改犯 你们真的抢着要价 哈哈 你再敢多鬼我就把你给埋了 你们 好 你们不是要治好他吗 我告诉你们 他的脸属于一等伤财 全天下无有可疑 以后 你就只能顶着这张丑陋的脸 痛苦的过一辈子 我的丑不是伴你所赐 这一切不是你强加给我的吗 那又怎样 你能拦我怎么样 你方子一在方家 只配做方婉如的一条狗 我开心了赏你跟骨头 我不开心随便拿你出气 包括你爸妈也和你们一样 都是我方婉如的狗 方婉如你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 你知道你为什么还能活到现在吗 是你爸妈像他爸狗一样跪在地上 舔我脚趾头球来的 哈哈 你你不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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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狗命我先留你几天 如果子依有任何闪失 我让你们整个方家赔命 让开快 快 嗯 嗯 龙手 不认他 已无大碍 只是他脸上的伤症和恢复 还需要几位特殊的药材 你去通知城外山 让他去寻找东珠粉 并地连 还有千年余珠 自明 方婉如太心可什么 连自己的妹妹都忍心想死守 龙手要不要传令 让我以龙殿的名义 公开处决了 不用 圣极而衰 既然他们不相信我的身份 那就通知下面的人不要透露 苹果让他们去猜好了 一切等子依恢复 当他们知道我真实身份的时候 我要让他们感受一下 什么叫从天堂跌落到地婴 遵命 另外 交代下面的人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找到欧永勤的下落 遵命 实际告退 女儿 我的宝贝女儿 白九霄 你究竟把我女儿怎么了 紫衣没事 她只是 你给我住嘴 都是因为你这个畜生 才害得紫衣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你还说没有事 难道你非要渴死紫衣 你才满意吗 这些年我们在方家受尽了耻辱折磨 我的连猪狗都不辱 为了求生 紫衣还惨奏毁荣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因为紫衣救了你这个畜生 你滚 方宛如 离得远远的 不要再来害我们 不要再来害紫衣 这些年我们受的罪 我们认了 你滚 妈 妈 九霄医生从不归人 时至今日我才知道 当年救我的人是紫衣 方宛如对你们的所作所为 我一定会帮你们讨回来的 我保证 紫衣的未来 一定是万人之上 天下之罪 你 你叫我们什么 爸 妈 我已经决定跟紫衣在一起了 紫衣的未来 由我来守护 你给我闭嘴 你不可以叫我们 更不配跟紫衣在一起 你还想害得我们家不够惨吗 说我求你了好不好 你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永远地离开紫衣吧 妈 妈你起来 妈 你醒了 白九霄 你凭什么说能给紫衣未来 你算个什么东西 守护紫衣你配吗 你看看紫衣的脸 应该都不知道是为了你而毁的吗 我一定会治好紫衣的脸的 包括你们所失去的 我都会帮你们夺回来 你住口 我知道 你赖上我们家 是为了钱 是不是 十万块钱 够不够 拿着钱 滚 你不要赶九霄哥哥走 傻丫头啊 他害得你还不够惨吗 他就是为了钱 所以现在才赖上你的呀 三天 我只需要三天时间 就从紫衣的脸开始 如果我织不好他的脸 我白就想 此生此世 不再与紫衣相见 九霄哥哥 你 好 好 就给你三天时间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让紫衣恢复 牟手 属下已查到你母亲的下落 他已被王家囚禁了十几年 紫衣 就三天 等我 说 说 抓住他 我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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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离毛 看你的石头 还硬 王上 这个人在咱们家关的足足有十年了 你每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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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银行过来折磨黑色 这个人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 他身上的秘密 资格让我们王家翻天覆离 成为全国 甚至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家 我说 我说白银行过 你在我手上是不是苦头也不少了 不如今天你就把秘密说出 我保证 以后不再让你受皮肉症 我给你个痛快的 哎 你休息 我将会上 大海 给我喝喝 包上 主母很有可能就给关键 干什么呢 你们想死吗 不知道这里是王家的地盘 王家 我今天来就是要灭了你 王家 灭我们 小杂碎 在江城 王家就是天 就是地 我看你们拿什么来谬 我上 在哪儿 怎么可能 他们都是我王家的好手 你怎么能瞬间击杀他们 我说 人到底在哪儿 我说 人在后面仓库 你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我要让你强着 劈开 你 痛苦与生的死 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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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 说不说 我不能说 我儿子一定会活着 回来救我的 救你 你还不知道吗 你还不知道吗 你儿子十多年前就被人犯子拐走了 即便他现在命大还活着 也不知道你在哪个穷身沟里苟延残喘了 哦对 这一切都是我和我敬爱的父亲亲手策划的 什么事 你把名字弄起来 你还没 你没理由 我再问你对付一次 沙海长生堂 究竟在哪儿 就是死了 也不会告诉你的 啊 你对我失望了 那我就真爱你 啊 少天 你个畜生 我儿子回来 是我儿子回来的 哎 九霄 我少天 你赶紧放了我妈 她是你妈 啊 她姓白 你也姓白 你也被人犯子拐卖过 对啊 我早该想到 你就是这个建货生的野主 找死 别过来啊 你再敢过来一步 我就送这个建货贵心 妈 九霄 别管妈 杀了这个畜生 别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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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赛 我告诉你啊 我的婚礼被你搅黄了 没想到你还敢自投罗网 到本上面前来 正好 我就宰了你的狗闹 拿去下酒 喝 来人 你弄死 这 你已经没用的背后 王少天 你现在放了我 我可以对你们王家 从庆祝 放什么狗屁 周小赛 你猫站在我手里 我就是要你死 你也得乖乖听话 跪下 赶紧大 跪下 做梦 你小子还挺倔强啊 给你看样东西 这儿 是我有刀划的 这儿 是我用鞭子抽的 还有这儿 我烧开水烫的 我还想起来 当时你妈那个惨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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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天 起眼了 你畜生 还有呢 这儿 是本少亲自用夹管夹的 你妈的十根手指头 都被我砸得心碎 整整十年了 本少从十八岁开始 就不停的想办法 张罚这个老东西 可他的嘴和毛肯里的尸 都一样硬 正好今天你来了 咱们玩点新花药 你肯定也想亲眼见证一下吧 啊 住手 我跪 不要 九孝不要 醒醒来 我你胸口上长 越深越好 不要 废了你的胸尾 哎 九孝不要 我这个人最讲公平了 一命换一命 今天要么你死要 你死吧 九孝让妈死 给妈报仇 让王家 裁造 你们王家 会为了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啊 对对对对对对 我说你他妈到底差不差呀 啊 妈 我告诉你 我耐心有限 等下我就把这个放在你妈脸上 你说他到底挺不挺得住啊 住手 跪下 撤自己 使战啊没去办啊 好 实在可以帮了我妈 你说什么 帮了你他妈还真是都山猪啊 老子骗你呢 白九孝 你是定了 死的人是你 你怎么还有修为 今天就不想就要替你讨回公道 龙手 你受伤了 受伤了 今天我就要把你这个肚 千刀万划 脖皮冲击 大哥 我是错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不能吓我 我爸是江城首富 今天就算是神仙 也救不了你 谁他妈的敢杀我儿子 爸爸 你们是谁啊 也敢在我王家造次 你 就是这个小子 他就是这个贱货生的野种 他不光打死我们的手下 还连我也想弄死 你就是那个被怪的野种 犯死 王五 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 敢囚禁我妈十年 你们王家是想被灭族吗 哈哈 哈哈 你是谁 你不过是被你爹 抛弃了一个野种罢了 就凭你 也想灭了我们王家 你这是吃人说梦的吧 爹 不用跟他们废话 才宰了这小子再说 白云红 就算你儿子回来了 又能怎么样啊 你要看看清楚 现在 所有的人都是我的 就连外面都被我 布下了天罗地网 就算你儿子再厉害 但是他已经身受重伤了 他又能怎么样呢 这样吧 我再给你个机会 只要你今天交出了山海长生 我做主 让你儿子离开这里怎么样 如若不然 你和你这个野种儿子 今天都得自由在这里 妈 不能交 就凭他们 还伤不动 他们不是想人多欺负人少 那我就要让他们看看 什么叫人多 九天龙吟是龙首 龙首在召唤我们 我当肃王 那 就很容易 扔手召唤 他妈在狗叫什么 人狂想病了吧 小杂种 老头就让你再叫十分钟的 就算你今天叫破了喉咙 也不会再有人来救你了 你今天蓝桃一死 我希望你一会嘴还是现在这样 可千万别跪下来求我 今天我倒要看看 要我承我善赞 谁敢放肆 程大人来了 小杂种 你叫的好啊 你嫌自己死的不够快 把程大人给叫来了 你这是自行死路啊你啊 祖先王武 参见承担 小杂种 赶紧跪下的磕头 九霄如云 今天变成 王云起会 潜水游 乡城王家王武 拜见江南道八大家主 程万山 江南道八大家主 白九霄 难道你真是 小打招 教得好啊 无论是程大人 还是八大家主 他们捏死你啊 跟捏死只蚂蚁一样简单 今天就让你这个小畜生知道 这什么叫做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是吗 那你就看看 到底是谁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诸位大人 白九霄擅长我王家 托我家谱 还请诸位大人替我做主 助我诛杀此贼 不要 求你们不要伤害我儿子 我愿意交出伤害长生徒 只求你们放我儿一条生路 妈 放心吧 他们不是敌人 你个贱人 现在知道交出长生徒了 老子告诉你啊 晚了 今天有诸位大人相助 等我杀了你和这个野种 诸位大人定会助我 对你搜魂炼破 知道长生徒的一切秘密 诸位大人 我王某愿与诸位大人 共享山海长生徒 你可还是真够蠢的呀 来 你们告诉这个蠢货 我到底是谁 江南总督 城万山 江南道八大豪门 残剑龙手 原龙手 授与天旗 坚囚永享 真是龙手 你 你是华国 霸王之主的龙殿之主 原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我 我求你证望了 龙手的母亲之孙孽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这是假的 郑大人 皇家主 黄虎 还不过一下 不是 店主大人 我永远不是泰山 我知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一些坏主演 都是这个 闹王某在抽的 抽尽你骂 也是这个老出生抽的主演 跟我没有半盲签的关系啊 小出生 老出生 别担 你 老出生 我才二十多岁 我不想死了 你再给我一条生路吧 现在知道认错了 知道盼了 完了 来人 把他给我带下去 千刀万剐 薄皮抽筋 老出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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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龙兽大人给我一次机会 再给我一次机会 机会是留给人的 不是给畜生的 你之前对我母亲的所作所为 我今天要一一同意 我要让你们王家万劫 来人 把他给我带下去 砍了四肢 你刮下油纸 剥下皮来 做人匹天灯 龙兽大人 龙兽大人 自今日起 将成王家 灭主 好消息 好消息 龙兽要封我方家之女为妃了 真的吗 今日龙兽昭告天下 说要迎娶我方家之女为妃 等龙兽正式封你为妃 我方家就可以飞黄腾达 一步登天 我们岂不是就要成为龙兽岳母 从此以后 金山云山随手可得 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白酒消 感谢你破坏了我和王少的婚宴 才让我有机会升为龙兽妃子 等我见了龙兽 我一定会让龙兽将你和方子怡那个贱人拿下 我要让你跪在我面前看着我折磨方子怡 我要让你痛不欲生 贤人指布 贤人 谁是贤人 我们可是龙兽的家人 你们给我让开 你们是龙了吗 我们是龙兽的家人 你们没听到吗 还不快给我滚开 爸 妈 我是龙兽的未婚妻方婉如 请你向龙兽通报 方婉如请求敬见 请稍等 启禀店主 主母已经论好了 启禀店主 外面有位方婉如少姐 自称是您的未婚妻 请求敬见 方婉如 告诉她 我不想见她 是 你也不是太伤的狗东西 我可是龙兽的丈母娘 等一会儿见了龙兽 我就要我女婿 弟哥收拾你们俩 让你们俩给老娘磕头赔罪 别说了 龙兽口语 她说她不想见你们 请你们离开 不想见我们 这 这怎么可能 你这个废物 到底有没有跟龙兽说清楚 如果你们再不离开 修管我对你们不客气 文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龙兽她为什么不愿意见我们 一定是龙兽知道了以前 我跟白酒消那个废物的一切事 这可怎么办呢 龙兽不会因此 更能放假退婚吧 我可不能输去这包天的后柜啊 她退婚她早就退了 不会等到现在 龙兽一定还在气头上 走 我们明天再来 我就不信我每天都来 龙兽还能每天都不见我 白酒消 你怎么会从里面出来 你们怎么还没走 我说龙兽怎么不肯见我 原来是你在冲冲做狗 白酒消 你好歹也在我方家 吃了几年的软饭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就这么见不得我方家好吗 你个忘恩父业的小畜生 你凭什么阻止龙兽 召见我家婉中 我忘恩父业 到底是谁忘恩父业 我想你们说法了吧 龙兽不愿意见你们 跟我白酒消什么 白酒消你给我等着 龙兽还未退婚 我方宛如就还是王妃 我看你能阻止我多久 等我见了龙兽 正式成为王妃 我要你跪下来 黄口不安的求我饶命 你是王妃 那你就等着 当你的王妃吧 我说这个废物怎么能觐见龙兽 原来是你在帮他 陈万山 你当真要与我作对 如果你现在跪下来请我 发誓以后效忠于我 会呀真是 我可以自来 陈万山 你现在赶紧给我女儿跪下 并且保证和白酒消一刀两断 等宛如风飞之后 我保你做江南道首富 否则宛如风飞之日 就是你大难临头之时 不仅仅是你 你们整个家族 都会因为你帮助这个废物 受到牵连 你这辈子所积累的财富 都将会付诸东流 实相的话 就赶紧跪下 不是 王母娘娘请立驾 神经病吧你们 你家傻子 赶紧回去吃药啊 你说什么呢 你马上你站住 周万山 白酒香 酒香你长大了 妈没想到你能成为龙手 这么多年 你吃了不少苦吧 不苦 妈 你就在这里养伤 我会让展红灵留下来照顾你的 妈 山海长生土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能值得王家囚禁你十年 我是王家 是你的父亲 我的父亲 山海长生土是我的家传宝 其中不仅蕴含了富可敌国的财富 还有能让人呈现的名 她是 她叫云海 她是一个人面兽心的畜生 她就是为了伤害长生土的秘密才取得我 你出生后 她用你的性命来威胁我说出秘密 我知道后连夜派人将你送走 她则命令王家将我囚禁 日夜成 就为了土中的寄予 云海 我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 你不要和她斗 她不是人 她是畜生 你斗不过她的 你放心 我那边还有事情没处理完 过两天再来看你 叶珠 长公灵 你留下来照顾好我吧 是 程安山 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 调查一个叫云海的人 我要她一切自了 是 属下立刻去办 另外 我让你找的三位药材 办得怎么样 属下得到消息 大侠药王 孙霍千的神药库里 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也通知他 将药材尽快送过来 这三位药材极为珍贵 如不得半点掌持 我亲自过去趟吧 干什么呢 告诉孙霍千 让他出来见我 你算什么东西 你敢指护我们药王大人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只不过是个药房老板 要是没有我的指点 何来的药王处 真是语不惊人 死不休啊 你这么厉害 怎么没把你的精神定制好 孙霍千为人实在 没想到手底下 竟是你这种 有眼无珠的货色 老子给你脸了 三七真的也给我离开 要不然 老子送了你喂狗 你敢在 要往家门口动手 就算是孙霍千在这 他也没有胆子 这样跟我说话 货色 此人擅长姚王处 还口出狂言 侮辱药王明慧 敢在我药王门口闹袖 你好大胆子 我来找孙霍千拿东西 门口有两条狗在这咬着不放 难道不应该出手教训一下吗 你两手空空登门拜访也就罢了 还敢出手打伤我药王府的人 到底是谁给你的胆子 竟然不把我药王府放在眼里 如果不是我白酒香 他孙霍千这辈子也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你们药王府就是这样报答恩人 当年提拔我爷爷的乃是龙殿店主 而你却是一个不知名的无名小辈而已 你也敢大放厥词啊 如果我说 我就是龙殿店主 你怕不是害怕把事情闹大 无法收场随便边界一个借口 好让自己脱身吧 孙少爷 这小子被你吓得已经开始胡说八道了 命见如以心比天高吗 小子 冒充龙殿店主那可是死孙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他也救不了你 无可救药的东西 我念你是孙霍千的孙子 不跟你计较 赶紧把我想要的东西拿出来 这事我可以当作没发生的 你 在威胁我 那我也告诉你啊 如果现在你自断四肢 跪地求饶 好好的跟我认个错 或许本少可以考虑 给你无根全尸 能让我自断四肢的人 还没出生 幸就不吃 吃罚就 拿下 当是什么人 这是那位大人物发怒了 他当是怪我有时候怠慢 来人 我那位大人物要的东西赶紧备好 还有 黄金万两 上等珍珠百克 才把我镇上的东海琉璃 一并送往龙殿 快去 你到底是什么人 怪不得敢在我要往府门口 都是 原来是有点实力 但即便如此 你也是死存 我说过了 我来 是为了拿搜货签 答应给我的东西 可是 你们在这百般阻拦 肆意羞辱 看来 你们要往府 是该和我叫一下 我爷爷答应给你东西 少爷 老爷说这些东西要尽快送往龙殿 不用了 我带走就好了 小子 这可是我们要往府为龙殿精心准备的礼 你怕不是看见这黄金珍珠新生百年了吗 看来 你还是不明白 我究竟是何等级 在你眼里尊贵无比的东西 在我眼里奋土不如 如果你还想阻拦我的话 我不建议让孙霍签 伤了个孙子 若是真要跟他撕破脸 只怕我也讨不得好 不如用一张过水 对 小子 你说你是龙殿店主 这是送给龙殿的脸 你敢收吗 我有何不敢 我倒很想知道 你们要往府要送什么东西 快 快 黄金 万粮 上的 珍珠 不管是哪一样 都是这辈子无法触及的 更别说那极品药材了 更是无价之宝 你敢生吗 我说过 这些东西在我眼里都是垃圾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把送给龙殿的东西给砸了 立刻通报龙殿 派人诛杀此则 是 一定 还没有人能够在龙殿的追杀之下 逃出生分 干什么了 这谁干的谁干的呀 爷爷 说这小子干的 住手 谁呢 谁是谁 这这 这这小子 爷爷 这个不长眼的东西勾然侮辱您的名讳 还冒充龙殿店主 你看看 竟然把咱送给龙殿店主的东西全都给砸了 还说这是垃圾 自救成为简直是无法无天的 等龙殿的人一到 定要将他千刀万剐 无马分尸 你说他不长眼 无法无天 对对对 你还要把他千刀万剐 无马分尸 不然爷呀 要是这些还不解气的话 我有一百种方法 折磨他 一百种啊 你还要折磨他 你这个混账东西 哎 当时我管教无方 让我这个不孝的孙子冒犯了你 求您千万别跟他一盘见识 你要是再不出来 我还以为你们要往府要造 我不敢 我要往府能有心 都是您的胡识 就算您借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会有换心呢 不是啊 爹呀 为他干什么 是不是认识过什么 他就是一个心比天高的毛夫啊 爹 起来 起来 快起来 你敢出啥 老东西 你老糊涂了吗 爹 为了一个外人 可以打我 你知道他是谁吗 不管他是谁 等龙殿的人一到 他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死 孙阔倩 你这个孙子 还真是一身反骨 你给他死 闭死你啊 等老子杀死你这个冒牌货之后 再去龙殿店主那请勾 得到龙殿店主那吹销 要王府上下都得听我呢 爷爷 到时候你也得死 你 你 没想到你想 竟然有如此大你不大我这心 都怪爷爷我平时对你 太过于溺爱 恳请大人 把这个薄药子交给我亲自处理 你的家务事 自己看着办吧 少废话啊 今天就没有人能够审判我 就是你们俩 也得死 我 放开 龙殿的人终于来了 大人 要王孙霍迁和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畜生联手 妄徒对龙殿不利 还把送给龙殿的东西全都破坏了 请大人务必读杀杀人 放什么狗屁 不想来迟 请你祝罪 这不可能 这不会是龙殿店主吧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可你非要偏安逸于自恃清高 断了自己后 我竟然让龙殿店主千刀万剐 这都是误会 误会 误会 大人 你大人不许小人过 求你饶我一把吧 我这永远不住 大人 大人 爷爷 爷爷 你帮我说人话啊 你就是我的唯一一个孙子吧 你不要看我死吧 快 快 孙霍迁 如此狼子野心疲惫 我劝你啊 还是别留什么侧瘾之心了 书是明贵 走吧 扯吧 你快走 不要 不要 赵先生 我 我女儿的脸 二位 请恕我无能为力 赵先生 您可是国内的顶级的医生啊 我女儿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赵先生 你要是愿意治好我女儿 不管多少钱 我都愿意给您凑齐啊 二位 不是我不愿意医治 而是恋爱的商议入骨髓 别说是我 就算神仙来了 也是束手无策啊 神仙无策 我看你是悬疑不惊 从有心里 金虾哥哥 白酒消 你这个废物 还有脸来 爸 妈 我来是为了帮子姨恢复容貌的 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 子姨小姐的脸跟得无药可救 又何来恢复而已 你治不了 不代表我不能治 你这个废物 能有什么办法帮子姨恢复啊 赵先生可是国内顶尖的专家 你赶紧离开我们家 真的不欢迎你 他呀 只不过是功名钓鱼之辈 并无真才实学 爸 您相信我 我一定可以治好子姨的 爸 我相信九霄哥哥 一定能治好我的脸 傻丫头 他就是个厚颜无耻的废物 就想赖在我们家不走 你给我出去 且慢 治好子姨小姐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满口胡言的小姐 来什么事 你若是治不好 你小姐 你刚刚辱骂我 我绝不罢 你若是治好 那我自愿败你为师 如何 睁大眼睛 好好看 好好学 我再架上一条 你要治不好子姨 以后就离我们子姨远点 一言为定 面膜 白九孝 你是拿我们当猴耍吗 爸 这可不是普通的面膜 此物价值极大 是我用东猪粉 并地帘 还有千年玉竹 你笑死我吗 区区一场面膜 能值多少钱 十块 八块 就只要能赐好子姨小姐 你别说让我拜你为师 就是让我叫你一声 八把都行 这小子风云就是一个神经病 在这儿诚心消遣我们了 你爹我可没有你这种不孝子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白九孝 你敢消遣我们 子姨啊 这就是你要终身托付的男人 你为他付出了那么多 他却带给你了什么 口口声声说要治好你 可是手里却拿着十几块钱 从街边买的面膜 来活动我们 你觉得他配合你在一起吗 爸 妈 我觉得九孝哥哥 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 我感觉 我现在贴上这个面膜 脸舒服多了 傻丫头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躺顾他 十秒钟 爸 我只需要十秒 老子给你十个小时 看你倒是怎么收场 天官四伏 百无禁忌 花乐庆 燕归来 赌流光 这种流光神咒 你 你是 看来你的狗眼还没瞎呀 还算有点坚持 太阳赵江 参见大人 小的有眼无珠 不识大人争生 数次顶撞 还请大人辞罪 大人 赵先生 你是叫这个废物大人吗 赵先生 你认错人了吧 他哪是什么大人 那只不过是我们方家的一只舔狗罢了 他舔完方宛如 还想来舔我们子姨 你们给我闭嘴 就算真的眼瞎 流光神咒 还是认他等等 你们一口一个废物 一口一个前口 你们可知道 站在你们身边的 这是什么人吗 行了 既然你知道我的身份 看在你诚心悔过的辈上 这儿没你什么事了 走吧 是 到这儿 赵先生 赵先生 你走了我女儿可怎么办 赵先生 哎呀 白九孝你 子姨你的脸 子姨 我的脸好了 你真的治好了我的脸 谢谢你 白九孝 你 到底是什么人哪 别着急嘛 再过几天 你们和整个江城 都会知道我的身份 子姨 这些天你先带着面纱 等过几天 我又让你惊艳整个江城 嗯 参见王妃 都准备好了吗 祈离王妃 我等江南道八豪门 联合江城大大小小势力 一共132家 联名向主上奏 请龙首为江城主持公道 自罪 白九霄 陈万山 方子怡 陆千涵等人 并正式册封王妃 好 做的不错 本宫封妃之日 就是你等江南道八豪门 成妃之事 届时本宫将替你们摘去江南道三个字 封大下八豪门 谢王妃天 不过在此之前 你们要给我拿下方子怡和陆千涵这两个戒人 白九霄 陈万山 这一次我看还有谁救得了你们 殿下 云海的身份已经查明 他是帝都云家的家主 帝都云家 对 有意思 殿下 要不要传讯帝都守将 问罪云海 不用 相信王家负面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帝都 江城 还是一定会 启离殿主 方家方宛如 江南道八豪门公子 联合江城大大小小势力 一共一百三十二甲 电力上奏 请殿主付封审议 替江城主持公道 赐罪您 何成大人 好 妈的 老兽兄上帝都活你了 好啊 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等死 告诉他们 明日 我会亲临封神宴 他清楚了吗 欺品家主 王家确实满人见面 就座丸一红的正是他的儿子白九霄 白九霄 这个小畜生还活着 另外 江城传来消息 江城八大巨博联合江城世家 即将举办风尘宴 册封八王之首的龙首 传我命名 明日前往江城 是 你们去召集八位家主 让他们按照我的计划行事 是 白九霄 你这个畜生 老年今天要跟你批评 妈 爸 你们这是怎么了 不都是因为你这个四文性者的祸 子夷为他们抓去封这业了 白九霄 我告诉你 子夷要是有什么善事 我要你背了兵 妈 爸 你们放心 子夷不会有事 安可见王妃 王妃 哪门子的王妃 你们这句蠢货 只有我们两个才能被封为王妃 还不快把我们放了 活躁 长嘴 你知道我是谁吗 怎么 你还以为你是曾经那个高高在上的陆家大小姐 实话告诉 你们陆家已经彻底完蛋了 你什么意思 我们在帮你来的时候 顺道封了你们陆家所有的家产基业 你们陆家 现在已经不是帝都的第三家族了 而是帝都第一困的户 你陆千涵 从一个富二代 变成了富二代 白酒香 白酒香不会放过你们的 没想到你还有力气牙尖嘴吏 给我接着打 我求求你不要再打了 王妃姐 你为什么要我来 你还真是躲白莲花呀 想剃她 那好 把这个贱人的舌头给我割下来 王妃如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动手 你们谁敢动 我就灭了你们九族 你来 爸爸 来得正好 给我拿下 你们放了我爸妈了 朱晓哥哥你快走 白酒香 你还真敢来 普天之下 就没有我白酒香不敢去的地方 没想到 你一个废物倒是一把装逼的好手 不过本少爷告诉 这个天 你既然来了就别小活的出去 口无遮拦的东西 就凭你们这群乌合之众 也配 王少天说的没错 你这个废物 别的本事没有 黑牛逼你倒是属业 死到临头你还在嘴硬 现在 所有人自断生计 跪地忏悔 否则 王家 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间 我听说王家被灭满满 王五爷和王少天死状极惨 难不成 是白酒香作为 王家虽然比不上江南道的八大荒蛮 但好歹也是我们江城第二大家族 难道 白酒香并不是他们口中的废物 而是列入身份 怎么 听你这话的意思 难不成王家是被你灭的 没错 看在你们父辈 曾效力龙殿多年 我不会太为难 如果你们还要执迷不误的话 我不建议 把你们都灭了 白酒香啊 白酒香 不得不说 你还真会胡假胡呀 诸位 你们不用相信 王家之所以被灭门 乃是我们江南道八大家族的手 跟他一点关系的 而且他白酒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人物 而是我们所熟悉的 废物 没错 我爸已经说了 这王家之所以被灭门 是因为王家得罪了龙手 跟他白酒香没有半毛钱关系 老三 有一点我不得不配吗 什么垃圾牛腰 像白酒香这种被我们家宛如抛弃的废物 你都能带回家 你是要开垃圾回收站吗 这也不能怪他 谁让他女儿现在是天下第一丑 这丑八怪也只能配垃圾 好 既然你们都执迷 那今天 我就跟你们好好清算一下 你们的所作所为 清算 是不是也得加上我呀 帝都云家 全国排名第十的帝都云家 是啊 没想到连云家主都来了 我可听说 云家首眼通天 八王中的云王 就是云海的亲弟弟 参见云家主 宛如见过云家主 王妃不必客气 云海 没想到你还真敢来呀 你 给我跪下 什么 白酒香 是云家主的儿子 云家大哨和龙手天差地比 但也不是江南道八大豪没可比的 白酒香 他确实有嚣张的资本 云家主 白酒香是您的 诸位 这个妮子 就是老妇的儿子 云家主 白酒香四亿妄为 与江南道八大家族为敌 与王妃为敌 请云家主为我们主持公道 云家主 白酒香善毁江城至尊宝 四亿污辱江城权贵 还请云家主 为我等主持公道 云家主 白酒香 大闹风飞夜 废龙手赐我等八豪门之龙虎 还请云家主主持公道 云家主 白酒香冒充龙手 一犯龙手威严 犯的是死罪 请云家主 为我等江南道 以及整个江城 主持公道 请云家主 为我等主持公道 就凭他爱 才不配替你们主持公道 逆子 我命令你跪下 向江南道 以及江城的所有权贵 忏悔 我白酒香 威震四海 不跪天地 不跪女神 更别说 你们这群跳梁小丑 你是真想找死 你信不信老夫今天将你 救你 这 好啊 今天我白酒香就是要大义灭亲 就是要将你对我妈的所有行为 千倍百倍地还回去 就凭你大义灭亲 你有这个资格吗 把他们给我带下来 不是我 妈 就行了 程万山罪该万子 他们的实力太大了 我不是他们的对手 连累竹目悲情 请您赐罪 云海 你把我妈放了 有什么事冲我来 忘了 怎么可能 主位 今日老夫亲来 就是为了当着大家的面 亲手杀了白酒香 这个溺子 不要 不要 他可是你的亲儿子 你个贱 你难道不知道当初我跟你结婚 后来让你生下的都是为了深海产生的 今天不仅他要死 我跟你 要死 远海 找死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这么强 这可都是我云家一等一的高手 高手 我杀你们 一如屠狗 白酒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 连大宗师都不是他的对手 不行 云海不能用事 王妃不是我的极限 云家有云王 我若是和云海搞好关心 日后我代替龙首时 便有了个隐障 你死 你敢失负吗 就凭你也可以做父亲 也配做人夫 你啊 就是一个不折不够的畜生 白酒香你疯了 你敢对云家主动手 白酒香 今天是龙首的风神宴 这个地方 轮不到你来放肆 云家主放心 有我们在 他白酒香动不了你 没错 我们这这么多人 就算他白酒香再厉害 也不可能一滴百 白酒香 我原以为你萧正的资本是云家 可是云家家主不认你这个儿子 我看你没有了遗仗 你还怎么嚣张 你一滴百 就凭你 我白酒香 曾以一人之力 压万君之士 你们以为 居住一个云家 便是我余仗 他不配 我云家不配 我云家位列华国前十 云家与我位列八王之一 你个小畜生 有什么资格说我们云家不配 资格 那我就告诉你我有什么资格 我 这 这 白酒香 当着我们的面救人 你知道我们不存在吗 无妨 等龙首大人到了 他们谁也别想活着走出去 白酒香 提醒开 白酒香 风神台乃是江南道八族 以及江城四百六十二族 共同所住 你竟敢亵渎神灵 你是想让你身边的所有人 都陪着你去死吗 亵渎神灵 你们可知千秋万代 你们可知亘古如一 你们可知这天下因何而然 你们宁重金之力 宁江城之心 为的不就是我出现在这台上 坐在这椅子上 现在我满足你 这个就是我的资格 白酒香 你知不知道此才此以 乃为龙首所立 非万人之上不可登 非绝世无双不可做 非 我名酒香 九天之香 灵霄之香 万人之上是 绝世无双也是 放肆 算什么东西 一个被云家抛弃否认的弃子 也敢说自己是万人之上 什么绝世无双 给我滚下来 白酒香呀白酒香 你可真是大宝庭 奇数望族 弑父弃重 你可知你站在这里 封神台就因你 你可知你坐在那里 以后千古不设置罪 你可知 狗闭嘴 你闭嘴 各位 我知大安 青天之虹 万事蒙修啊 你们就任由这个弃子 点污封神 蒙修神台吧 玷污封神 神卫蒙修 将愁如何能忍 命子 还不赶快下来 那不是你能坐的地方 滚下来 滚下风神台来 滚下风神台 牛马不踪行 下从不识君 不要你有何用 要这风神台有何用 要这骨铁又有何用 白九霄 你敢动凤华神琴 白九霄 我等共赠店主神琴 你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 方立一 凤华神琴架子连成 是我等送给店主的神物 我被如此酒竹结株 你想让我们方家 平静出场赔偿吗 九霄哥哥 你什么破护情 这种破东西才配不上九霄哥哥 确实配不上 白九霄 你 你们以为 凭着七驱风神台 凭着七驱凤凰古琴 便可逃我欢心 千人止万人风 我本为神 又何须你们来 朱有猛心 势力遮掩 我今天能站在这 你们到底还要自欺到何时 才能给我跪下 白九霄 自欺欺人的是你 你脑子里装的都是屎吗 纵然我方宛如有愧于你 纵然你曾身陷牢狱 但你可知人定胜天 你可知奋发独强 你若改过自欣全力以赴 就算一事无成也无愧于心 可你一再顶而冒之冒而顶之 你以为这样就能破坏我的枫飞燕吗 白九霄 你自己寻死就算了 你还要拉着这么多人给你陪葬 你的良心真的过得去 你真的以为龙手是你这个废物可以冒充的吗 我云家有亡 也不敢妄自称神 你说你是龙手 你是万人敌 你当我们都是傻子 白九霄 你当真是屡教不改 明顽不灵 龙手贵为秦中福西 你以为只是一个弃子随便可以冒充的吗 你觉得我们会信吗 你觉得天下世人会信吗 白九霄 你以为你站在风声台上言辞走走 就能给你带来冒充龙手的底气和信心吗 死到临头了 你还要冒充龙手吗 我本就是龙手 又何须冒充 既然你们不相信 那我就这么给你 进来 胡锡琴 真的是胡锡琴 传闻胡锡琴是龙手质宝 那白九霄怎么会有胡锡琴 而且胡锡琴是龙手身份的象征 难道他是云家众 这这真的是胡锡琴 心情自鸣 这琴声是真的胡锡琴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会有胡锡琴 白九霄 你敢偷胡锡琴 偷的 诸位 实不相瞒 我和家父曾经在龙手住处 见过白九霄从里面出来 他本无缘进见龙手 是他 凭借着自己的身份 带着白九霄进见了店主 想必胡锡琴 就是那个时候偷出来的 龙手质宝 你们都敢偷 程爱山 白九霄 你们当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程管车 你也是一方豪强 你们两个也算国色天香 没有必要跟着他受死 只要你们离开了这个废 我云家可以保余一世 云家主说的没错 你们几个没有必要跟着这个废物 一起送死 你们现在离开他 等龙手来了 还有云家主替你们求情 你们还有一线生计 有一线生计的是你们 自信欺人的 也是你们 你个老逼灯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贪恋本小姐的美貌和身材罢了 我告诉你 我生是九霄哥哥的人 死是九霄哥哥的鬼 云家主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何必多言 白总消 就算你偷到了伏羲琴也没有用 因为此琴只为龙手而已 你能力在此 只要不是龙手 就弹不动 好一个龙手而已 好一个弹不动 想了 琴想了 琴音 他居然弹出了琴音 你怎么能弹得出伏羲琴 你怎么可能是龙手 他真的能弹出声音了 他真的是龙手 你 你怎么弹得想伏羲琴 你怎么可能是龙手 你要是龙手 那我们云家 现在我在问你 我有没有资格做你 不 不可能 不可能 他不可能是龙手 一定是伏羲琴出了问题 肯定是伏羲琴出了问题 没错 顾问 之前王少廷的说过 他会使一些江湖伎俩 这伏羲琴 一定是被他偷了 做了什么手脚 否则就凭他 怎么可能弹得出声音 白酒香 你还真是做戏做全套啊 我们大家差点都被你骗了 没错 他既然能偷伏羲琴 他自然也能对伏羲琴动手脚 主位 我们不要再给他废话 他今天所犯的每一条罪都是死罪 龙手马上就到 我们杀不了他 大家必然都会受到他牵连 大家听我口令 我们一起上 上方 没错 杀白酒香 龙手来了 我们一起临上 住手 大的狗胆 八大家族到了 八大家族各个都认识龙手 这下 白酒香终于干完了 白酒香 我爸来了 你的死期到了 白酒香 你的戏眼到头了 赶紧滚下来受死吧 白酒香 今天我就让我爸抽了你的劲 扒了你的皮 依旧我心头之恨 白酒香 迎接你的末日 迎接你最后的时刻吧 八大家族已经到了 店主肯定紧跟其后 白酒香 我要你亲眼看着我被龙手风飞 我要你亲眼看着这两个贱人在你面前痛苦哀嚎地死掉 我要亲手杀了你 让你寒恨而亡 我要你生生世世的后悔于我 芳婉如为敌 爸您终于来了 儿子请您出手 朱砂白酒香这个废物 爸 就是这个废物 毁了龙手 撕给我们的龙府 爸 白酒香冒充龙手 而且还偷了我们的福西神秦 爸 白酒香损败之罪众多 请爸和朱一前辈 共同出手 朱砂白酒香 八大家族听令 本宫命令你们 即刻拿下白酒香等人 逆子 你们干什么 练功子聚聚属属实 你们 你知道他是谁吗 参见龙手 龙手上安 你 你是泰山龙手 你居然真的是泰山龙手 白酒香是龙手 我还一直和龙手作对 我们要杀要寡的是 弟子 还不下位 白酒香 你 他就是龙手 我们一只聚聚门外的废物 竟然是龙手 左思的一只是我们 天哪 我们方家 究竟造了多大的孽呀 龙手 白酒香 是龙手 好 你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咱们的儿子是龙手 我的儿子又是龙手 那我 我为你不配知道 我现在很想知道 你们到底 还有什么借口来否认 龙手 龙手 白酒香 又算我当不成这个王妃 难道你真的打算 任这个方子怡去 当这个王妃吗 她的脸早就被我划烂了 跟我比 她就是阴宫里 有事不得翻身的臭宠 你堂堂龙手 找一个丑八怪当王妃 你就等着被世人耻笑吧 真不好意思 让您失望 子依 让她看看 谁 才是这个阴沟里 总是不得翻身的臭宠 好美啊 这才是清口清澈啊 大家还不可以参见王妃 我参见王妃 我的脸 已经被九霞哥哥撞 子依 你愿意嫁给我 我愿意 九霞哥哥 还有我呢 要不然 让子依妹妹做大 脸儿做小 求求你了 不 只有我才配作王妃 只有我才配作王妃 来人 将芳婉如一家 还有她 统统拿下 再逃 白整香 启禀龙手 殷花国趁您大婚之计 攻击北京 北京威仪 我可亡我花国之心 不死 立刻点兵 与我 夺回北京 九霞哥哥 千涵 愿同行 世人对好女子 都有一套固定的主 美丽 贤熟 柔顺 好像他们只见过这一种模样的名字 今日 我就让你们开开眼 我可以随夫从军 也可以替自己 天寒一腔中勇 从未殉遇而狼 有生之日则当尽 寸徒怎能舍他人 尽消九州兵甲 以助天地灵光 宁逢此心 以要千秋之影 我可对尽天花黄 亦可铁甲 披寒光